这一节全球现场没有来关注 俄罗斯总统普丁被问到 大陆对台使用武力的可能性 不过他说没有必要 赶快把时间交给新一节咯 俄罗斯总统普丁出席俄罗斯能源州活动 接受财经媒体CNBC访问时表示 中国大陆不需要动武 就能达成统一台湾的目标 普丁说大陆是经济强权 而且以购买力评价作为衡量基准 目前大陆已经超越美国 成为世界第一 大陆透过增强经济潜力 就能达成国家目标 普丁认为大陆没有必要对台湾动武 不太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另外当普丁被问到 西德州中级原油价格 是不是会攀升到每一桶100美元的时候 他回答可能性很高 普丁也说俄罗斯在内的石油输出国组织 与盟国OPEC家 正竭力所能稳定油市 试图不让油价飙涨 并且造成震撼 确实是不希望有这种情况发生 因为他说 这不符合利益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从去年3月以来就关闭了 和加拿大墨西哥之间的边境 在睽为19个月之后 美国传出将从11月开始 向已经完成接种的加拿大 墨西哥公民开放边境 据了解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已经确认了这项计划 会公布解除限制的相关规定 边境包含了陆地边境 以及渡口在美国11月开放每家边境之前 其实加拿大在8月9号 就开始允许完成接种疫苗的美国旅客 进入加拿大进行非必要旅行 而美国开放边境之后 象征着美国和加拿大边境 可以双向全面互通 世卫组织宣布任命26名科学家 组成了新型病原体科学咨询小组 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说 这可能是确定引发的新冠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 同时他也呼吁大陆进行合作 谭德赛说 由于缺乏与疫情爆发源头几天之前 有关的这个原始数据 调查因此受到阻碍 谭德赛也呼吁进行实验室的审计 而世卫的技术负责人范科霍夫说 希望有机会 有更多的希望可以用世卫 世卫来领导的这个国际代表团前往大陆 因为目前还需要几十项的研究来确定 新冠病毒是如何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 而大陆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出代表程序 在另外一场记者会上 他说联合调查的结论非常清楚 因为国际团队已经到过大陆两次了 这个时候是团队派到其他国家的时候了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下个星期将出访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 不过现在却传出 有多名在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工作的 美国官员以及家属 最近几个星期出现 与哈瓦那症候群一样的症状 估计至少有五个与使馆相关的美国家庭受害 而美国国务院正在调查当中 据了解哥伦比亚也在调查中 美国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在华府重申 美国并不推行敌视北韩的政策 他再次强调美方愿意随时随地 和北韩无条件见面 苏利文是在和南韩清瓦台国家安保室市长 时薰举行会谈之后 白宫发布声明 美韩商定将就具体来解决北韩问题方案 保持密切合作 南韩也提到真诚态度 同时他说美国和北韩的对话 意志和敦促北韩的回应比较罕见 CNN报道 大陆最近在台湾海峡军事动作 频频占据媒体头版 但是CNN说距离台湾4500公里的 中印边界领土争端升温 看起来是更有可能率先失控 CNN指出台湾和喜马拉雅地区 虽然相隔4500公里 而且环境完全不同 但是在与北京的升温领土纠纷上 大陆都声称美国是这一切的核心 而太空这个部分呢 又有新的消息 南星威廉沙特纳 也就是电影电视影集 星舰迷航机当中 他饰演的是寇克舰长 现在高零90 在台湾时间昨天晚间10点钟 搭乘亚马逊的航太公司 蓝元的火箭飞向太空 他也成为历年来最年长的太空人 而这趟旅程呢 一共有4个人上太空 体验大约3分钟到4分钟的 无重力状态 同时也飞越国际公认距离地表海拔 大约100公里的卡门线 大概有11分钟左右 之后机组员的太空舱呢 以降落咱的方式 降落在美国德州的沙漠 而这全程的太空行一个小时 这是蓝元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之内 第二次完成载人上太空 那么第一次呢 是在今年7月的时候 那先前上太空最年长的人类记录是82岁 当时呢这一名飞行员呢 在7月20号搭乘也是蓝元的火箭上太空 同行者当时也有蓝元创办人 也就是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 那因为怕痛而不敢打针吗 现在荷兰调查出来有五个人 就有一个人看到针头就怕 因此荷兰科学家在医病方面据说有重大突破 路透报道荷兰研究人员正在开发一种 雷射技术 让打针变得几乎是没有感觉没有疼痛 不但可以减少哀针的恐惧 同时也可以降低疫苗接种的执行难度 因为据说有些人怕打针 因此不要打疫苗 荷兰的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的麻省理工学院呢 一起研究 他们是用雷射将微小的DE注入皮肤表层 注入的过程当中据说比蚊子叮咬的时间还要短 那么因为是没有接触到皮肤的神经末梢 所以皮肤表面看不到伤口或者是注射点 所以据说应该是不会造成疼痛的 可是呢这个故想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希望这项发明呢是可以帮助更多人愿意接种疫苗 同时也可以防止因为针头不干净而造成感染 或者是减少医疗废弃物的产生 而相关的皮肤组织样本测试 据说现在已经获得欧盟拨款 大约是1500万欧元的执行 但是呢因为这一项新的接种方式还需要研发 因此可能还需要一年到三年的时间才会提供给大众使用 喜欢中天优质国际新闻的朋友们请注意 全球大视野频道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全球大视野频道会员 一起来支持林嘉元主持的国际直球对决 全球大视野节目 徐甫的前进战略高地 以及汉堡主播郑一正的正美看世界 国际新闻评论最佳品牌在中天 请立刻到全球大视野频道成为全球大视野family 另外我们来看到祝德代表谢志伟呢 他是说了边举国旗边吐血 这样的说法是引起了国民党还有民众党的批评 但是没有想到呢 谢志伟他昨天在脸书上面又发文 他是反向两党行径让人吐血 那么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他就说了 蔡总统如果不把谢志伟换掉的话 就完全是口是心非 那么民众党主席也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是大酸说啊 我只是要求他真的吐出血来就好了 那么被问到是否会帮谢志伟急救呢 柯文哲他是笑着说要插管 一般吐血的情况都是要插管的 所以持续关注到现在谢志伟 他这样子一番言论呢 当然就是引发了各界的争议 那么蓝军也起底了 谢志伟呢 他驻外一年的薪资600万起跳 那么现在网友就狂呛了 竟然你都不认同中华民国 那么是不是应该要先吐血 而是呢 先把这个国家给他的薪水 全部都吐出来 祝德大使谢志伟在国庆日高举台独步调 还说举国旗只会一边举一边吐血 在野党一听大崩溃 我只是要求他真的吐出血来就好了 看到中华民国的国旗就想吐血 那你就不要当中华民国的官嘛 你还要当中华民国的官 还要拿中华民国的钱 这种人我们才是看得最吐血 身为外交官却羞辱中华民国 总统府竟说谢志伟有一颗热爱国家的心 外交部竟然说谢志伟表现优异 总统府跟外交部居然还帮谢志伟撑腰 今天谢志伟已经做出了非常有入国门的一个 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是一个驻外代表最失格的言行 他总统应该向全国人民道歉 而且他应该立刻把谢志伟免职 齐敌谢志伟驻德国本奉一个月大约50万 加几一个月又六七万 一年爽领超过600万 竟说这次不再委屈自己了 网友狂呛领百万公帑还委屈 看到中华民国会吐血 那先把国家的薪水吐出来 谢志伟是什么心态呢 他就是一个外省人在民进党里面吃香喝辣 他只是一个外交官领薪水 然后每天在政治国内的新闻在那边 发表他的文章 那这样的外交官我们完全不需要 重点是当谢志伟疯狂呛国家 任命他的蔡英文却力挺赞加 我们的总统有没有把中华民国放在眼里 答案不言可遇 记者黄明君临佩杰台北采访报道